9月26日 大庆牛田发现60周年庆祝大会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 2019年是中国的大庆之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庆牛田发现60周年 大庆建市40周年 60年前 大庆牛田横空出世 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新纪元 这些成就的取得 都离不开老一辈的石油工作者 记者在庆祝大会上采访到了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83岁的王启民 9月26日这一天 既是大庆牛田发现纪念日 同时也是王老的生日 这个荣誉称号 我是一个大机器的代表 代表什么呢 第一代表大庆人 第二代表石油人 因为我在大庆工作了 到现在一个家子年了 和大庆牛田一起奋斗成长 是不是很幸福啊 和大庆的同一个生日的话 哎呀 更感到自豪 对不对 正是因为有了像王启民这些 科技新牛保温产的科技工作者 从1976年到2002年 大庆牛田持续高产 文产5000万吨以上 27年 创造了世界同类 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人家叫我们 给我的名字叫科技新油 保温产 我们常说的 有四个意义 发展 是第一药物 创新是第一动力 人才是第一志愿 我说还得补一个呢 我们科技人员 搞好技术创新 不忘这个初心 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就牢记这个责任 对制造工作非常重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由一个贫油国家 逐渐摘掉了贫油的帽子 截至2019年上半年 大庆牛田累计生产原油 23.9亿吨 占中国同期 陆上原油产量的40%左右 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 对中国工业发展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